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就是Fay Daniel 我現在到了秘魯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Pucachina 秘魯的瓦卡奇納的綠洲沙漠 這個地方可以說我是 稱得上是南美洲最美的一個綠洲 我來到這裡和大家分享 原來在尼瑪 來這裡都是4個小時 一齊看看這個地方有什麼好玩 Let's go 上條片介紹秘魯 被稱為世界七大新奇景的Machubichu 原來秘魯這個地方 也有很多古印家文化 和一些很獨特的大自然奇觀 離開這個首都利馬 原來大概幾個小時車程 也可以去到一些很獨特的地方 今天會和大家去這個沙漠 看看這個號稱為 南美最美麗的沙漠綠洲 就叫做阿卡奇納 Pucachina 這個地方 我們在離開這個首都 大概駕駛四小時 就會去到這個綠洲的地方 沿途也是經過一些很美的公路 一些公路 可以直接去沙漠 人口只有100日 它是位於這個 省省的一個 城市裡面 離開這個 大城市 只有5公里 一旦大家先欣賞 我要在黃昏時候 用航拍攝 拍攝這個 綠洲小鎮和沙漠的景色 這個小鎮仔 或者小村莊 周圍在綠洲旁邊 就見了很多不同的酒店 很多時候 遊客會住在這個 綠洲的酒店裡面 慢慢去到沙漠去觀光 以及在綠洲裡面去遊覽 有關節炎 風濕病 或者遮蓋感染 很多遊客 或者本地人 都特別來的 在傳池裡面去泡泡 也成為當地人 一個resort 在這裡度假的一種聖地 但現在 吸引世界各地遊客 每年人 超過幾萬人 去滑沙 上座單車 甚至在這裡度假 去泛州 現在出發到沙漠 坐四驅車 沙灘車進入沙漠 沙灘車有些住在杜拜沙漠或沙灘車類似 但沙灘車並沒有豪華 沙灘車真的飛起 沙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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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觀看風景 拍照之外 還可以玩一個很特別的換衣 到達這個山丘上面 然後沒有人拍拍板 之後就一路衝 衝到下面 真的挺刺激的 如果你不懂得玩這個Sandboarding 就像我們一樣拿拍板 就可以摔下去了 記得要平衡 要不然很容易反斜 之後大家可以看日落 還有拍一些沙漠景色的美照 好像去了這個非洲的薩克拉沙漠 非常之正 玩完散彈車之後 大家回到綠洲 可以沿著湖邊 可以漫步 或者可以在湖上 飯粥 也不錯的 除了可以喝一個可樂之外 原來他們也有自己秘魯出展的可樂 叫做英加高娜 或者可以吃秘魯的芒果 也是相當甜的 不錯的 這段影片 就回到這裡 下一條影片 我將會加上 一天內 可以去迷另一個 在附近的群島 Puracus 是一個保護區 大家需要坐船出海 可以在沙漠上 看到圖案 圖騰 還有可以在島上 看到很多不同的海獅 海豹 甚至有棋岸 是非常特別的 稱為迷你版的達爾文島 同時我會提供一些 一日團的旅遊提示 大家記得按LIKE 我訂閱 以及分享這條影片 繼續follow我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